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和平大使 世界一千万华人的心灵导师 二十年如一日 弘扬人间大乘佛法 广度天下有缘众生 卢台长秉承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精神 以智慧妙法 白化佛法 指导现代人生 慈悲度化一千万人走入佛门 破迷开悟 改变命运 创造无数人间奇迹 令众生消灾离苦 社会和谐 世界和平 至今 卢台长亲赴亚洲 欧洲 美洲 大洋洲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举办数百场弘扬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大型演讲 震撼轰动国际社会 近年来 卢台长致力于世界和平 屡获国际殊荣 2012年 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 授予卢军红台长世界和平奖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台长也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堂 并在英国国会上议院获得颁发英联邦民族社区特别贡献奖 获得意大利名校西安纳大学荣誉课作教授 马来西亚拿都终身荣誉爵位 澳大利亚太平绅士殊荣 并在联合国 美国国会 德国柏林 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奖项 卢台长还作为特邀嘉宾 与高僧大德 佛教领袖一同出席2015年联合国卫塞节庆典 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 在联合国总部出席2015年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 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传遍世界 刚刚圆满成功举办香港与马来西亚五万人大法会 卢台长不辞辛劳 心中挂念北美佛友 特别来到加拿大与大家结缘 卢台长本次北美之行 将跨越加拿大与美国五大城市 多年来 北美佛友心情耕耘 弘法度众 将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之光 传遍北美大地 度化无数有缘众生 离苦得乐 今日 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 殊胜因缘 让我们有缘相聚在温哥华 共沾法喜 共睦佛光 感恩卢君洪台长慈悲成愿 普度有缘 也特别感恩来自世界各国的法师们 佛友们 义工们 感恩大家 现在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君洪台长 请卢台长接受 佛友寄信的鲜花 慈善 即是我本性 慈善 即是我本性 慈悲心 今生闻佛断凡根 一事修成报佛恩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冬天护法 各位法师 各位嘉宾 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 义工们大家好 美丽的温哥华 勤劳的人民和我们 在加拿大的华人华侨 在这片土地上生活 享受着多元文化 带来的喜悦 传承着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 精髓 用佛法去除烦恼 用文化陶冶我们的心灵 两年多以前 我来过温哥华 那么今天呢 又再次来看望大家 心一致惦念着大家 希望我们越来越好 身体健康 心灵健康 我们人皆有之的慈悲心 让善良的学佛人 在人间感受到菩萨的大慈大悲的温暖 有求必应的观世音菩萨 让我们成为了佛的有缘众生 让每个人离苦得乐 人生难得 经已得 佛法难闻 经已闻 让每个人都解脱 这就是我们学佛的目的 刚刚得到的消息是 新西兰有七点一级地震 菲律宾夜市炸弹的爆炸 尤其令人非常可怕的是 牛津大学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伦敦热带卫生医学院 组成最近发表的数据 说赛卡病毒 通过蚊子对人体的叮咬 在未来亚洲和非洲 在全世界将有20亿人 有感染赛卡病毒的风险 所以菲律宾总统家乡的爆炸 造成了70多人的死伤 这些天灾人祸 让我们处于一种心灵的压抑当中 就在6月18号 加拿大卡尔加里市 一名中国医生 被自己的同胞 用刀刺伤很多 最后死亡 为什么呢 因警方调查之后 凶手砍杀医生的动机 是怀疑自己的妻子 在那一家诊所治疗期间 与医生有坚情 凶手先发生口角 最后凶手情绪失控 持刀痛死了一生 所以一个人不学佛就会冲动 一个人在社会上 很多的时候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 就会对别人和对自己造成很多的伤害 世界上有多少人 因为一时的冲动 后悔一辈子 同时占别人的便宜 贪欲也会引来杀生之祸 所以我们学佛人要懂得自律 我们要守戒律 就像在人间守法律一样 我们不能去做那些杀盗淫忘酒的事情 现代人忧郁成病 恐惧自闭 已经让自己完全活在痛苦的世界当中 全世界的忧郁症 已经有三亿四千万人 困扰忧郁自杀 每年是一百万人 每天为得不到而痛苦 为怀疑 称恨而烦恼 这就是我们人 为什么痛苦的原因 这也就是我们 为什么要学习佛法的原因 因为我们的心被无名 遮住了我们佛智 就是佛的智慧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永远不要在自己冲动的时候 去决定任何事情 这样都会给你带来的伤害 所以我们人不能贪图荣华 富贵和名利 学博人要看破红尘 正物空地 要懂得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没有带来任何的东西 所以我们走的时候 也带不走任何的东西 意识到万法皆空 这样你才会懂得 什么叫知足常乐 我们人生有时候 不需要追求成功 我们平安快乐地过一生 我们能够克服一切烦恼 能够快快乐乐地一生 平安 难道我们不就是自己 一生的成功吗 有一个做生意的人 他虽然事业做得很大 日子过得很不快乐 他每天有烦恼 在工厂里有烦恼 回到家也有烦恼 就连睡在床上 他也是苦闷难过 究竟是什么原因 他也找不出来 他到寺院去向法师请教 法师就告诉他 我有四个锦囊庙寄给你 锦囊上面都编了号码 你明天早上起来 你就按照号码一个一个打开 第二天一早醒来 他打开了第一个锦囊庙寄 里面写着 请到山上或者公园里去散步 他颇为惊讶 他颇为惊讶心想 为什么要我到山上和公园去呢 既然法师这么指示 那我就上山吧 他到了山上 空气清新 鸟语花香 眺望远处的景色 美不胜收 他突然想到这些年就知道赚钱 就懂得在工厂里拼命的工作 完全还不知道有这么美好的天地 美好的世界 当一个人能够欣赏你周围美丽景色的时候 你的心情会突然喜悦起来 他又打开了第二个锦囊 上面写着 微笑说好话赞美你的太太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他去做了 一回到家 他笑容可拘地对太太说 太太辛苦了 孩子你好吗 赶快上学了 他的太太跟他的孩子觉得 父亲怎么突然之间关心我们 变了一个人了 感到十分的欢喜 他自己的心情也越来越快活 他满怀欣喜地到工厂去上班 打开第三个锦囊 只是他要赞美他的部下 他客气地说 车长你好 你工作得非常的认真 组长你好 你非常努力 带动了整个工厂 生气勃勃 于是大家更加努力地工作 到了下班 他一照第四个锦囊 到海边沙滩上 在沙滩上写上两个字 叫烦恼 刚刚写完不久 黄昏的潮水一来就把两个字冲掉了 这时他才恍然大悟 他才明白 原来人间一切来来去去都不长久 想通的人才是懂得真正能够生活的人 台长告诉大家 有些人一辈子给自己制造的痛苦 有些人一辈子控制的自己每一分钟的快乐 今天如果你们能够让自己每一分钟一个小时开心 不要受那种烦恼的困惑 你已经拥有了这一分钟这一个小时的快乐 所以这一分钟的快乐 就会让你心中失去一分钟的烦恼啊 我们都希望拥有快乐的人生 但快乐从哪里来呢 快乐其实是你心中制造出来的 学博人愿意打开心灵接纳世界 唱开心怀慈悲喜舍 想一想 我们能够帮助别人 我们心里是无限的快乐 有很多人就是不懂得帮助别人 所以得不到快乐 在我们澳大利亚 有一对华侨 俄比邻居是一对澳洲老人 那个澳洲老人过生日的时候 他想送个什么礼物给他呢 结果他就买了一对彩票给他 十几块钱 最后没想到这对澳洲老人居然中了几十万 从此之后 从此之后我们这对华人就开始非常的痛苦了 因为他觉得他应该拥有一半 所以慢慢的他们邻居关系就越来越差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人的法喜是从你的内心平衡开始的 要给别人拥有 你心中才会拥有 要让别人快乐 你心中才会快乐 我们只要心中拥有了佛法 我们才能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飞台 心本无一物 何处惹成哀 所以一个人心中不去嫉妒别人 他就会快乐 一个人心中不去恨别人 他就变得越来越开心 所以没有恨的人 就是一个有爱的人 一个心中有爱的人 他永远不会去恨别人 所以要多把爱放在自己的心中 你才会每天过得越来越愉快 在今年5月1号 加拿大 爱博塔省大火 你们知道烧毁了多少壮大厦吗 有2400间房子和建筑物 全部一夜之间变为灰烬 你知道这个省有九万人 无家可归呀 天灾人祸 让我们懂得了珍惜呀 我们美丽的家园 在天灾人祸面前 可能瞬间就会变成没有 所以好好地过好每一天 好好地珍惜自己拥有的 你就是心中有家 实际上我们学博的人 本来没有家 因为我们心灵亦飞处 本来没有我 何处是我家呀 我们学博人真正的家 是在天上 我们需要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 当我们百年之后 我们什么恨 什么仇 什么冤 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就是像我们年轻时候 非常痛苦的 每一时每一刻 现在想起来 那还有吗 当我们今天还有的烦恼 再过一段时间 我们到走的时候 还会有吗 一切如梦幻泡影 所以学博人必须要想通 我们一定要放下心中的执着 过去的就是过去了 能够拥有今天 你还拥有的 这就是你的缘分 我们懂得人在追求生活和名利当中 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事情 从前有一个预言故事 说的是有三棵树 他们这三棵很大很大的树 老槐树都有三个共同的梦想 第一棵树 第一棵树想成为一个聚宝盒子 里面装着金银珠宝等世界上一切珍贵的东西 第二棵树 他想建成一艘伟大的雄伟的大船 上面载着帝王将相 达跪显赫 第三棵树 他想长成世界上最高的一棵树 这样就能离佛更近了 许多年过去了 来了一群伐木工人 第一棵树被砍倒了 伐木工说 嗯 这棵树看上去很结实 我要把它卖给木匠 这个树觉得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木匠可能会做聚宝盆 第二棵树被砍倒了 这个伐木工人说 这棵树看上去也很好 我要把它卖给船厂 这又是一个好消息 可能会坐一艘大船 第三棵树看到伐木工人 走进自己的身边 非常的害怕 因为只要伐木工将他砍倒 就意味着他的梦想扑灭了 但是他还是被砍倒了 伐木工说 我暂时还没有想到 用它来做什么 先砍倒再说吧 第一棵树和第二棵树 有没有梦想成真呢 其实第一棵树被砍倒之后 做成了马槽 用来装马的饲料 他非常的失望 第二棵树本来可以做一艘大船 最后变成了一艘小渔船 结果第三棵树一样 都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 有一天 马槽边上来了两个人 是一对夫妻 他们因为来不及生产 当时就在马槽生下了一个男孩 男孩无处安放 就放在了马槽里 第一棵树突然明白了 这对夫妻 他们把孩子视为珍宝 他已经做了成世界珍宝的一个 好宝物的盒子 几年之后 有人爬上了 搁置在海边的渔船 从他们谈话当中 第二棵树了解到 这些人当中 有一个是刚刚打了败仗的国王 因为有了这条渔船的相救 后来这个国王东山再起 而成为了历史上伟大的一个国王之一 而前面的第三棵树 在当地一个寺庙里 被做成了寺庙门口的大佛像 是人世间离佛最近的地方 所以这个预言就是告诉我们 当梦想偏离了我们 预先想拥有的路径时候 不要失望 因为有时候梦想 会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为现实 学佛人精进修行 有时候所求菩萨并不能如愿 记住了 只是因缘未到 很多人到了庙里拼命地去求菩萨 但是求不到就慢慢地就懈怠了 他觉得菩萨不灵 实际上人要懂得 种下去的种子不会不发芽 只是还没有到时间而已 记住了 在中国文川地震的时候 有一个文女士 她的先生 丈夫在煤矿里 正在工作 地震来了 睡时把煤矿的门口堵塞 丈夫困在里面 叫来了铲车 铲了六七天都没有油了 她丈夫已经被困在里面 有六七天了 乡亲们都说 小文啊 别挖了 说不定你先生早就在里面死了 她的妻子说 我不相信 她肯定还活着 她自己不顾别人的劝阻 用自己的手和铁锹就开始挖 大家受她的感动 一起帮忙再挖 在煤矿里 她的丈夫也是用自己的尿液 每天维持的生命 饿的时候 吃一些卫生纸 维持了六天 她也相信 自己的妻子和别人 一定会来救她的 这时候 传来了铲子的声音 挖开了一个小洞 最后 丈夫被救了出来 学佛人 为什么要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们要学习 绝不放弃的精神 在学佛当中 不怕麻烦 不怕灾难 我们只要坚信 菩萨会救我们 再大的困难 我们也能挺得过去 大家今天坐在这里 有的是台长的老朋友 有的是新朋友 都是有缘分的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 虽然场子并不理想 灯光很亮 边上还有孩子们在玩耍 打篮球的声音 但是我们的心 不被外界所染 希望我们的心 能够炉炉不动 也就是让自己 能够集中思想 我们人在社会上 也是这样 外面的世界 不管怎么变化 我们一定要坚持自己 一颗纯洁的心 我们不被外境所染 我们就会得到心灵的平安 不贪的人 永远是平安的 不恨别人的人 永远是快乐的 我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事情 有一个妇女 她年轻时候就喜欢打牌 几乎到了一天不打牌 日子就不能过得疯狂的地步 有一天 这个妇女不在家里 每天都不在家里 乡夫教子管理家务 天天出去打牌 每天打着神魂颠倒 赖在桌牌上 不但浪费时间 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 还致家庭已不顾 尤其他经常的赌博 完全十赌九输 对一个经济困难的家庭 接种而来的恶果不堪设想 四度如命的这个夫人 就算家境陷入了贫困 她还是要打牌 天天打 输着回家 她忘记了 她还总是带着一个 只有十岁大的儿子 有一天 她赌输了回家 准备做晚餐的时候 才发现没有钱买菜 家里连米都没有了 这个时候 她想买一点面条 都身无分文 正当她感到难过的时候 小儿子突然掏出几块钱出来 这个夫人惊讶地说 儿子 你怎么会有钱的 小儿子说 妈妈 我把压岁钱和买早餐 你给我的钱 还有上回买烧饼的钱 我都留下来了 这个夫人含着眼泪 接下了十岁孩子给她的钱 牵着她的手 一起去买面条 面对这样的乖顺懂事的孩子 她的母亲铁石心肠 也终于软化 她抱着儿子说 儿子啊 你是最好的孩子 从此 她下定决心 借掉牌营 恶习隔除 重新做人 我们学博人一辈子 要感动 应该多做一些 让人感动的事情 多说一些 让人感动的事情 和感动的话 有时候 就像清静的露水 能够知论人的心一样 让别人感动 就是说明 自己的所言所行 正在行菩萨道 因为用你的慈悲心 在让别人感动和变化 想一想 我们很多 很多的孩子 为着我们的父母亲 在付出 但是又有很多的人 在伤害着自己的父母亲 想一想 我们的父母亲 从小把我们养大 最后还要到海外来 帮我们领着孩子 我们自己的心 难过不难过 还要对父母亲 经常的责骂 所以我告诉大家 一个真实的故事 说的就是 有一位外包工 他在城市里 和几个青年 有一天正好在吃饭 突然之间 他接了一个电话 挂完电话 眼泪流下来 几个同事问他 出了什么事情 他就说 因为我接了电话 我的母亲病重 我要赶快回去 赶紧匆匆地回到老家 过了一个多月 他回来了 他去的时候 回到家里 看见他妈妈已经走了 这个时候 他非常难过地 跪在他妈妈的边上 结果他父亲 拿了一个碗 盛了一杯水 拿一个棉花 跟儿子说 孩子啊 妈妈从小替你洗脸 洗脚 现在你的妈妈走了 你帮妈妈洗洗脸 擦擦脚吧 儿子用泪水 帮爸帮妈妈 把脚和脸都洗了 很痛苦 很难过 想一想 我们一生 为自己的父母亲 做出了多少 我们一生 又为自己 付出了 太多 太多 想一想 我们学博人 就是要懂得 孝顺 不要等到父母亲 离开了我们 我们才懂得孝顺 要知恩图报 所以学博人 要懂得怎么样 让自己 能够有一种 慈悲的心啊 如果你能对别人 慈悲 就是对自己 最大的爱 当你付出 最多的时候 你一定会 得到更多 给人感动 也是一种慈悲 一种结缘 我们要学习 试着去做一些 感动的因缘 因为感动 是世界上 最美好的 心灵语言啊 台长 在广播里 经常回答 大家的问题 那么 很多人打进电话来 问自己孩子的情况 那么有一个听众说 打胎的孩子 在他女儿身上 因为女儿经常 胡言乱语 导致女儿心不静 肠胃不好 呕吐 还有胃水倒流 并且看出 听众身上 有一位老先生 台长说 他看到一位老先生 长得不错 浓眉大眼 这个时候 听众说 他就是 他的亲人 台长还指出 这位听众 说话太多 漏气 记性差 我请大家 听一下 这段录音 谢谢大家 卢台长您好 您帮我看一下 好吗 我女儿是 2007年 属狗的 身上有灵性 你有教过孩子 听得懂吧 是是是 是这样 在他身上 在他身上 跳来跳去 对对对 他心进不下来 非常非常 就是比较野 我就觉得这个女孩 肠胃都不好 经常吃东西 吃不下去 呕吐 对对 他小时候 吐得非常非常厉害 喂水倒流 是是是 您说的太对了 小时候就是喂他饭 喂的一口没喂好 就全部就吐出来 是睡觉也不好 那都是那个小孩子 在他身上是吧 对 生出来不久 就上他身了 是是是 您说的太对了 我现在就是 学了心理法面 就感觉就是这样 小时候睡也睡不好 吃也吃不好 晚上 你要好好帮他念经 那那您看一下 我是76年的那个龙 我身上还有灵性吗 您帮我看一下 有啊 那是 有一个男的 年纪偏大 OK 那那我知道是是谁了 这个老先生 我告诉你 长得还不错的 嗯 是的 就是人不是很高 对 龙没大年 对 他是以前帮助过我的 我知道 我在做梦中 我梦见过一次 他非常高兴 就是收到我的小房子 那么现在还是不够 那么我还是在 带给他念 不够呀 没问题 没问题 现在我 我从他的表情上 我可以看出 他把你当亲人一样的 是是是 他提拔你的 嗯 你以后要多念经 少说话 你漏气漏得太厉害 实际上你这个人 底气不足 已经记性非常不好了 是是是 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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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长讲 如果不到人间 你怎知人生的苦难 如果你不去生活 你哪知拥有和失去什么 还没有失去什么 所以人生最重要的是要接受 有的承受没有的 所以要知足自己拥有的 不要去贪那些还没有的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因为一切都从来没有拥有过 所以我们也不会失去 如果你认为拥有了一些物质 而一旦没有了 你就会承受失去的痛苦 早在2500年佛陀年代 有一位婴儿刚刚出生的时候 突然他家里所有的食物器具都装满了蜂蜜 夫妻觉得非常的奇怪 夫妻觉得非常的奇怪 就把它取名叫蜜蜂蜜 蜂蜜的蜜 蜂蜜蜜里的蜜 光阴如 estava 岁月奔驰 一转眼几年之后 蜜蜃长大 他厌烦成熟 要求父母 允许他出家 父母高兴地答应了 得到父母的赞许之后 密圣到 齐元经舍 投佛出家 因为他前世的善因 很快得到了果位 有一次 他和同修比丘尼 在出外度化的途中 感到非常的热和渴 像都有一杯饮料 这时候密圣比丘 把空的一个波 往空中一洒 然后双手去接的时候 波中已盛满着加密 送给众生解渴 回到经舍的时候 有一位比丘 就向佛陀请教说 密圣比丘 过去他是修的什么福分 为什么他能够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方都能够求的密堂呢 佛陀 佛陀答道 你们记得 在很久以前 有一只猿猴 求借伯具 装满了加密 来供养佛和僧众 由于他的慈心施舍 他死后转身为人 由于他的诚心 佛给他的加密 故今生今世 随时随地 他都能得到蜂蜜 佛陀说过之后 比丘又问到 佛陀啊 密圣的前世 又是什么因缘 让他变成了猿猴呢 这时 佛陀的四周 弟子越来越多 他看了他们之后说 嗯 密圣 为什么会堕落猿猴 那是五百年前已生的时候 在加业如来在世的时候 有一位青年比丘 在偶然间 看见另外一位比丘 跳过一条小溪 就笑他的姿态 像猿猴一样 因此他犯了恶语的罪 所以他堕落为猿猴 后来他知道自己的错 曾向那个比丘 忏悔 免堕地狱的受苦 并因此 胜缘 缘猴 能够遇佛得度 今生很快了 证得了 罗汉国 佛陀讲完之后 诸比丘都知道了 一句恶言 就能招来苦果 因此大家再也不敢细言恶口 因为因果是不会饶过人的 我们在人间经常骂人 经常说别人不好 有时候觉得很爽快 但是造的恶因 终有一天会受到恶报 人间的竞争 每一天都在发生 我们人的毛病 就是好了还要好 经常和他人比 所以有时候 你到底与他人比 还是与自己比 那是人生的一种哲学 和谁比 比不比 往往决定着 你怎么看待周围的一切 就决定着 你最终在人间的收获和多少 记住了 和他人比 你会嫉妒 你会称恨 你会烦恼 和自己比 你会觉得满足 感受到自己在进步 自己在长大 你能用知足的眼光 看待周围的一切 你就能承受人间的烦恼和障碍 今天 你天天和富贵人比 你会感觉自己白活了 你天天和自己拥有的 和别人还受苦的人比 你会觉得你很知足了 我曾经跟大家讲过 很多老年人到了这么大年纪 还要这个 还要那个 实际上 他就会觉得自己一辈子白活 很痛苦 没有得到太多 那这样 在他的心灵深处 他就会失去更加的多 所以希望我们学博人 要知音懂果 今天多做一些善事 可以换来你明天的福气 今天的修行 可以换来你未来的佛果 我们现在的人呢 急于成长 又哀叹 时间过得太快 我们失去了童年 我们以健康换来了钱财 不久 又想用钱财 去换取健康 我们对 还没有得到的未来 焦虑不安 却又不珍惜现在 已经拥有的幸福 所以 现在的人 迷茫地在过日子 既不活在当下 也不活在未来 人 有时候活着 仿佛自己 不会死亡 临死前 又觉得 我好像没有活够 还没有活 怎么就走了呢 天天 为自己曾经 做过的事情 伤心 后悔 却从来 不想怎么样 来避开 自己 让自己 不要再做 后悔的事情 所以 学博 要放下 我们做人 就是要懂得 过去的 就过去了 未来的 还没有到 所以 拥有 就是拥有 现在 希望大家 一定要懂得 当你在 板脑的时候 我建议你们 到医院去 走一走 看看那些 缺胳膊 扫腿 生癌症 活不到明天的人 你会觉得 你活得 很幸福 当你觉得 自己不能满足 不能在人间 得到更多的时候 我希望 你们到 墓地去 看一看 那些 已经走的人 他们得到了 些什么 所以 知足 是菩提心的 基础 学博人 就要懂得 知足 就要懂得 拥有 希望大家 一定要 知足 能够 让自己的心 得到一种 安慰 我今天 够了 我今天 满足了 我今天 已经很 幸福了 那你就是 真正的 活在 幸福 之中啊 我们 我们一个人 要成功 靠的是 愿力 一个人的 愿力 非常的 重要 如果 一个人 没有 愿力 什么事情 都做不成 很多母亲 为了让孩子 考上 精英中学 自己 情愿 洗澡 贪黑 辛苦 让孩子 去补习 所以 愿 是一个 成功的 开始 有一位 学佛 不久的 居士 在阅读 佛经 劝发 菩提 新闻 时 读到一句 金刚 飞奸 愿力 罪奸 这个 居士 不懂 就去 请教 无相 禅师 无相 禅师 告诉他 在 学博的 路上 难免 由于 自己的 惰性 业障 和 机缘 不巧 障 道 因缘 而退 失 菩提 心 因此 必须 要靠 愿力 来支撑 来 鞭策 历代 高僧 大德 他们 能够成功 无一 不是靠着 愿力 而来 想一想 普贤 菩萨 有十大 愿力 观世音 菩萨 有十二 大 愿 阿弥陀佛 有四十八 大愿 地藏 王菩萨 有地狱 不空 四不成佛 的悲愿 许多 伯菩萨 的大愿 无一 不是我们 学佛者的 榜样 居士 仍然不懂 继续问 无相 禅师 说 为什么 想成佛 一定要立下 普度众生的大愿 无相 禅师说 同一棵树 众生 好比 树的根 菩萨 就像 树的花 佛 就是 树的果 要想 一棵树 能够 开花 结果 就必须 灌 盖 树根 要 爱 护它 否则 根 已受到 损害 树 就会 枯萎 又 怎么 能够 开花 结果 呢 信徒 心了 也 深感 愿力 重要 就问 无相 禅师 你的愿力 是什么 无相 禅师 笑道 我的愿力 是我的 不是你的 你为什么 不发 你的愿力 而问 我的愿力 信徒 开心的 理解之后 谢礼而去 其实 我们愿力 有大 有小 有的人 愿力 就是说 我终生 要孝顺 父母亲 有的人的愿力 说 我要让 我的孙子 能够 一辈子 能够 平平安安 有的人 愿力 说 我要 做一棵树 来下辈子 避应 众生 有的人 也可以 所以发愿 成圣 成佛 因为愿力 能够 让 让你 忍辱 精进 因为一个人 能够忍耐 他就能够 精进 就能够保持 现在 夫妻的 关系 因为每个人 都想着自己 所以 才会 争吵 因为每个人 每对夫妻 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才会 相互 的 争吵 所以 我们 只要有 愿力 愿意 好好地 改掉 自己身上的 习惯 你就慢慢地 能够成全了 别人 也成全了 自己 所以 学博人 要 勇于 改变 自己 因为 改变 别人 是最难的 而改变 自己 是唯一的 可改变 的 方法 所以 要想改变 别人 最好 先改变 自己 这样 才能 成全 众生 台长 经常 跟大家 在节目当中 回答问题 因为 念经之后 的确 有很多 的 这个 灵验 那么 有一个人 在香港 法会期间 在菩萨 加持 他在 家人 之后 当场 有剧烈的 呕吐 吐出来 很多 黏乎乎的 东西 最后 感觉 有一个东西 从胸口 到喉咙 一下子 吐出来了 自那 以后 家人的 心脏病 和胸闷 一下子就好了 所以 有时候 我们 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 可以靠 菩萨 帮助我们 我想请大家 听一下 这段录音 谢谢 谢谢 师父 你好 师父 我们 在香港 开法会的时候 有个童修 拿着 家里的人的照片 到香港 法会上 给他加持 这个童修 在家里 一遍遍 嘔吐的 很厉害 吐出一些 黏黏糊糊的东西 最后 感觉到 有个东西 从胸口 到喉咙 一下子 吐了出来 从那以后 心脏和胸闷 一下子就好了 哎呀 这个童修 就说 哎呀 太神奇了 这个心灵法门 太的领养无比了 太发喜了 很多人 所以 到法会上 都把 很多的家里的 人的照片 放在那里 想加持 就是这样 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 我也不能宣传 我也不讲 反正大家知道了 就好 谢谢师父 感恩师父 其实啦 学佛啦 就是做人啦 大家想象一下 做人 做得好 学佛 才会学得好 一个人 能够方圆 做人 圆满 做事 用慈悲心 待人 这个人 才会受到 别人的尊敬 我们做人 要懂得谦让 不要争面子 有时候 人情 人心 就是文章 促世 圆融 的人 要懂得 谨言 圣行 因为有时候 语言讲出去 就收不回来了 我们很多人 一辈子 受苦 就是语言 所以学佛的人 不要去争 人间 天下的事情 要修定 你说我糊涂 其实我不傻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傻的 让别人 感觉到 自己傻 实际上 这个是一个 聪明人 在末法时期 世事多变幻 创业难 败家快 大家想一想 很多父母亲的家业 很快的 就被孩子 给败掉了 有人问台长说 我现在是个老板 台长 我的员工 经常的偷懒 我应该怎么办 我很恨呢 台长是怎么 跟他解开这个歌的 我就告诉他 我问你 你过去帮别人 打工的时候 你偷懒吗 他说 我也偷懒 所以 我说 你要给别人 一点空间 你自己 就有一个退步 所以 不要把别人 逼得太急 做人 做事 都要给别人 一点空间 就是给自己 留一条退路 所以 在中华 传统文化上讲 我们说 水至轻 则无余 人至茶 则无图 其实 人间一切 都是因缘果报 大智者的人 往往看上去 很愚昧 聪明人 很难 宽容别人 因为 太明白了 所以 他就跟别人 斤斤计较 我们人 就是要学会 退一步 智慧人 是原谅别人 退一步 那才叫 海阔天空 我 经常跟大家讲 人间的哲理 就是佛法 我们说 糊涂人 聪明一世 聪明人 一世糊涂 你赚了人家的便宜 人家一定会赚你的便宜 所以 永远不要以为 自己比别人聪明 给别人多赚一点 你 就是一个智慧之人 你能够经常包容别人 促世不执着 因缘果报 丝毫不爽 这个世界 谁是英雄 我们一生 从无到有 又从有到无 来也空空 去也空空 唯有放下 这样 才能在精神上 得到解脱呀 有一个小孩子的笑话 我告诉大家 因为现在孩子也是很精的 因为我们很多的事情 都是因为人间的一些嫉妒 所产生的 有一个上自然课的老师 他问小朋友们 我们从大自然认识到许多的事实和许多的例子 比如说 比如说 由于我们的直觉的功能 一种动物不喜欢另外一种动物 或者仇恨另一种动物 例如狗 不喜欢猫 狐狸 喜欢 追捉母鸡 蜘蛛 是苍蝇的死敌 等等 还有猫 喜欢捉老鼠 小朋友们 你们还有谁 可以举些例子啊 这时候 一个小朋友举手 站起来说 老师 我知道 学生不喜欢老师 我们人间嫉妒 因为是人 学博之后 人的境界会提高 就会产生出慈悲 看一看 现在坐得住的人 他刚刚才会有佛性 有定力 一进来 就坐不住的人 他心中没有定力 排长教你们 以后你们跟别人打交道 如果这个人跟你讲话 眼睛左看右看 他就是心不定 跟你做生意 如果眼睛左看右看 心不定 一会儿动 一会儿动的人 这个人 不是你长期合作的伙伴 学博人要懂得 心明如尽 人要安定的人 这个人才会有智慧 在西方社会 碰到紧急的事情 也会说 Cold down Cold down 我们华人说 你要冷静 冷下来 人才会静下来 能够坐得住的人 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 能够听得懂别人话的人 才是最能够接受和理解别人的人 所以学博人就要懂得理解别人 他才能得到别人的理解 自己才会在前途上一般风顺 我们人 我们人不能像动物一样 活在仇恨之中 佛给予我们的是智慧 我们人拥有了贪 称吃 因为贪会让你痛苦 因为贪的人永远不会满足 恨心会伤害你的身体 因为有恨的人 永远会身体上产生毒素 愚痴的人会让你迷失帮向 因为愚痴会让你越来越想不通 越活越难过 最后会做傻事 纠正我们人的心态 用菩萨的智慧 你才会脱离人间的苦难 台长很喜欢跟大家说笑话 我说一个笑话都很有意义的 说的是有一个新来的护士 眼睛也不好 他呢打钓瓶 就是钓盐水这种钓瓶的技术很差 有一个护士长让他给一个熟税的病人去打针 他去打针了 一针打偏了 看病人没醒 悄悄地拔出来 又打 结果又没有打到血管上 又打一针 又打一针 不知不觉 从头针打到脚 又在这个护士妹妹满头大汗 再想找位置打的时候 突然这个病人一跃而起 咆哮着骂道 你真当我碎死了 从头扎到我脚 护士妹妹落荒而逃 一二天上班 被叫到院长室 院长激动地握着护士妹妹的手说 谢谢你啊 太感谢你了 你居然把我们医院里八年的植物人给扎醒了 这个笑话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缘分 有心灾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柳成阴 学博也是一种缘分 今天能够来听的都是我们有缘分的 说不定我们早在几世之前 你们就跟观世音菩萨有缘分了 所以碰到缘分 我们学博就好好地学 你不学就会失去 有时候当你生病了 再想拜佛念经的时候 可能你也找不到自己的学博的方法和法门 所以懂得珍惜因缘 珍惜人间的人缘 你才能找到真正的佛缘 我们人痛苦之一 就是活在后悔当中 其实一件事情发生了 不要去后悔 佛经上说 佛也改变不了过去 一件事情发生了之后 佛也会接受 佛会说 我改变不了英国 但是人却不接受地说 怎么可能会发生这些事情呢 不可能的嘛 人这么说 并不是不想思考和改变 而是因为内心的执着 不接受的态度 犹如看见一个小孩子 在院子里玩玩具 一不小心把玩具砸在地上碎了 小孩子会哇哇大哭 一边哭 一边会抗议 我不要他摔碎啊 我不要他摔碎啊 而大人就知道 这个已经是过去了 婚姻也是这样 很多人婚姻失败 还沉迷在痛苦当中 我不要他走啊 他不应该离开我呀 一直让自己痛苦 别人伤害自己一次 自己在家中 要伤害自己一百次 所以生活当中 难免有各种各样的破碎 人难免会为人生的破碎而伤心 当生活中发生感情啊 钱财啊 各种破碎的时候 我们许多的成年人就从儿童一样 反不说 我不要这样啊 不应该这样啊 实际上 他们只是内心的恐惧和心灵的逃避 台长希望大家懂得 佛法告诉我们 过去的就是过去了 过去就叫past time past time就是过去了 如果你把过去牢牢的放在心中 你的电脑就会死机啊 所以我们要看破 要放下 要把握一个当下 胜过你一百个昨天啊 做一个知足的人 永远不会放弃快乐 而一个拥有贪欲的人 他永远不会知足 一个人的快乐 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少 而是因为他跟别人计较的很少啊 愚痴的人用肉体的需要来控制自己的心灵 而有智慧的人是用自己的心灵去控制肉体对物欲的贪爱 所以学博人一定要拥有一尊属于自己心中的佛 实时坚守自己的道心 你才能生出迷茫的世界中 找回自己的本性和良心啊 谢谢大家 将到这里结束 海长很感恩你们 我很希望你们老伯伯们 我们的好的华人华侨能够身体健康 能够想开想明白 再一次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让我们感恩卢金虎台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 谢谢